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的每次互动都是制衡越做越好的动力 蔬果是我们每天都要摄入的食物 但是蔬果的种类很多 以至于很多人每天都在纠结到底该吃什么 这个问题对于做饭的人来说感触就更深了 人有好坏 食物也同样 下面这几种蔬果在购买时一定要避开 做到少吃或者不吃 蔬菜黑榜 这些蔬果伤肝肾还致癌 一 决菜 上榜原因属于二B类致癌物 早在2011年 决菜就被世卫组织列为二B类致癌物 不仅如此 决菜还是目前为止唯一会致癌的蔬菜 但是吃过决菜的朋友也不必太过恐慌 只要不是长期大量地吃 偶尔成个鲜 问题也不大 二 红凤菜 上榜原因 有生肝风险 红凤菜含有一种叫皮洛里希定类生物碱的物质 而PA中的种类很多 其中一些种类对人体有潜在的肝毒性 如果长期大量地吃红凤菜 就可能把肝脏给伤了 此外红凤菜不补血 有红色是因为含有丰富的花青素 跟补血没有半毛钱关系 三 冰狼 上榜原因属于一类致癌物 2003年 世界卫生组织将冰狼认定为一类致癌物 代表对人类有明确致癌性 为致癌物中的最高级别 在今年 中南大学乡雅医院发表了重量级论文 口腔黏膜下相微性变的成因 及癌变的相关性研究 其中提到 嚼槟榔人群的患病风险 是不嚼槟榔人群的109到287倍 即便没有被癌症盯上 经常吃槟榔的人 大多会有一张槟榔脸 脸部僵硬 说话没有表情 有的嘴巴变小了 嘴张不开 所以奉劝大家千万别碰冰狼 四 羊桃 上榜原因 有伤肾风险 羊桃中含有一种神经毒素 会影响人体中枢神经系统 患肾脏病 尤其是肾功能不全的患者 很难把这种物质排出体外 甚至会出现中毒 甚至会有生命危险 所以对于有肾脏疾病的人来说 羊桃是妥妥的毒果 健康小提示 肾不好的人千万别吃羊桃 健康人群 每次不要超过一百克 蔬菜红榜 这些不喜欢吃的食物 却有很大的营养价值 你知道吗 一 青椒 上榜理由 青椒有一点苦 有一点辣 青椒营养价值高 富含维生素C和碳水化合物 在功效作用方面 青椒具有温中下气 散寒趋势的功效 能增强人的体力 缓解因工作 生活压力造成的疲劳 青椒能够刺激唾液和胃分泌 能增强食欲 帮助消化 促进肠蠕动 防止便秘 它还可以防止坏血病 对牙龈出血 贫血 血管脆弱 有辅助治疗的作用 此外 青椒对减少皮肤皱纹弹性 和保持皮肤丰润 都有一定的效果 二 苦瓜 上榜理由 苦 苦瓜中含有一种生物件 苦瓜袋 它赋予了苦瓜特殊的口感 对于很多人来说 这种苦味 有刺激味蕾 增进食欲的作用 苦瓜中的苦瓜素 也有用武之地 可能对降低糖尿病病人血糖有帮助 三 香菜 上榜理由 香菜奇异的香味 有人喜欢 有人讨厌 香菜能促进肠胃蠕动 具有开胃行脾的作用 脾胃虚寒的人 适度吃点香菜 也可起到温味散寒 助消化 缓解胃痛的作用 可做成香菜粥来喝 香菜提取汁 具有显著的发汗 清热 透枕的功能 其特殊香味 能刺激汗液分泌 促使机体发汗 透枕 四 韭菜 上榜理由 韭菜有种强烈的辛辣气味 有些人迷恋韭菜独特的辛辣香味 有些人却讨厌韭菜的这股怪味 而这些都是因为其中含有的硫化合物 即挥发性精油 吃完后口腔里的味道也很难散去了 为了避免尴尬 很多人选择不吃韭菜 韭菜是我国土生土长的蔬菜 栽培历史已有三千年以上 品种资源丰富 除了挥发油外 韭菜中含有灶带 黄铜类等物质 这些物质除去有一定的杀菌消炎作用 还能帮助提高免疫力 降低血脂 五 胡萝卜 上榜理由 味道不好形容 但就是不喜欢 胡萝卜的营养价值 可谓家喻户晓 如果脾胃虚弱的人 建议经常吃些胡萝卜 推荐 小米胡萝卜粥 最为推荐的就是 做一顿小米胡萝卜粥 因为胡萝卜熬得比较烂 对于老人和孩子非常适合 常吃还可以改善食欲 特别是春天 天气变暖 细菌开始繁殖 很多人如果饮食不节 容易拉肚子 胡萝卜粥是非常值得推荐的 止泻食疗方 再加上春天风大 干燥 气温也不稳定 老人孩子感冒得很多 特别容易患上呼吸道疾病 咳嗽等 这类人可每周喝几次小米胡萝卜粥 提前预防 可以将胡萝卜切得碎一些 熬到粥里 口感很好 六 芹菜 上榜理由 对于有些人来说 味道有些冲 芹菜味干性凉 有瓶干清热 去风力湿 力尿降压的作用 和枸杞大枣一起煮成汤 不但营养丰富 而且还能去火 另外 对脾胃虚弱导致的食欲不振 也有缓解作用 将新鲜的芹菜梗切成段 和枸杞红枣一同放入锅中 煮30分钟就可以食用了 这道汤具有清热平干 健脾养心的功效 高血压 肝火旺盛 脾胃虚弱者都可以适当食用一些 七 同好 上榜理由 不知道啥原因 反正有很多人不爱吃铜蒿 铜蒿营养丰富 尤其是胡萝卜素 每百克中含1.5毫克 比番茄南瓜等蔬菜高2到3倍 对保护势力很有好处 烹调时 与肉蛋一起炒 能提高维生素A的利用率 铜蒿的清香气味 是由于它含有一种挥发性的精油 能够刺激食欲 另外 铜号中还含有较高的钾 钠等矿物盐 能调节体内水代谢 铜粒小便 消除水肿 由于含钠量较高 在烹调时 要少放些盐 有人坚持素食 有人喜欢肉食 但更多的人讲究 饮食搭配肉菜都吃 除此之外 饭后水果也是必不可少 营养均衡的一餐 需要有主食 蔬菜 肉类 以及水果 这四者缺一不可 可能短时间内挑食 看不到有什么影响 但时间久了 身体素质可是会直线下降的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 一定要发给身边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志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